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过后的改变 本人26岁的时候在处理人情事故上面比较不顺 尤其是工作,事业无法低头雾水 也常常被人家挖苦感到很压抑 每天都搞不理会 贤财方面也带来不少烦恼 家里也出了很多事 如今才知道这是26岁的节 2014年10月的时候 吉言之下姐姐接触到了心理法门过后 也分享了给我 当下我也开始念经了 我看到如台场的博客 发现很多人都面临失业不顺的困扰 于是我就坚平念经了 那时候的我也不知道有关于她的存在 只从晚上抄下公课的经文 连基本的起初也不懂 2014年12月我终于找到了 因为妈妈不失智 我跟姐姐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念经 一直求佛祂祠彼 教会她怎么念经 那时候妈妈已经生病了 她很早就肠胃不舒服 但是她一次非常固执 说什么也不可以去看医生 直到念经了 开了职位 才愿意去接受医学治疗 25年1月的时候 我们带妈妈去看妆科 医药报告出来判定她的第三星大厂来 医生说妈妈习惯挺严重 癌细胞已经划算到 淋巴和子宫必须开始化妆 但是妈妈先却不要 于是我们只好去换身衣服上保佑 母亲早会有康复 那时的我刚开始学念经 也念得很慢 只能发愿每天念 至少十次念大备做给妈妈 但每天念给她的布 念给她布就觉得很疲倦 后来姐姐和我大约帮她念了一百张小房子 妈妈也用了自己的钱放生 并许愿每逢初一食物吃素 最后妈妈接受了开高 切除肠道和子宫的肿瘤 但坚决决定不要化疗 手术也进行得很成功 从每一次的体检 连到三年一次的体检 三月七天得护诊 医生竟然说 下来即将改成五年后的复诊 是三大淘宝就了母亲 我那天后还梦到妈妈曾经打过的孩子 妈妈很多年都有脚痛的毛病 有一阵子每当行走一小段 就会觉得脚筋怎么突然被拉着 就好痛 我帮妈妈打开了孩子 念21张小房子之后 梦到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被交点的一位朋友 我知道孩子已经被超度走了 后来就在眼里听到妈妈说过 脚痛的哭了 关于自己呢 在学活没中 在没学活之前 我就是一直放不下自己 自当 常觉得自己是做大事的人 不需管芝麻玉豆的小事 可是在工作方面 一旦被上市翻覆给去做 那些我而言不起言的事 我会带着不负责的心态去完成 因为觉得太过于心 我这个大我才了 更好的是 在处理这些不起言之事 我还有办法除差错 可是不但不会像同事认错 还有本事跟他们理论自己的观念 渐渐的我在公司里 也失去人事关系 学活之后就有了智慧 连某人怎么去放下自己 也尽力去做好 每件大小事 做错了也学会认错 这样也慢慢的得到同事的爱戴 所以在公司方面 也变得顺畅许多 渐渐的也觉得说 自己已经输得好 都不用去活堂了 不需要认识活堂的同书 反正在朋友的圈子里 自己输得好就行了 毛绿的觉得发脾气 时间少毛病 慢慢改善会变好的 每当妈妈说 学活者怎么可以发脾气 大小事骂人 我都会回复 我比以前好呢 就这样忽略了这个毛病 就这样 我也带着这种脾气 去担任2016年新加坡的义工 这也是我初次参与 也不明白当义工的意义 还抱怨说 为什么当义工 要让我埋头苦干到这么晚 然而2017年我就没那么平常 因为脾气的恶心导致我在20月份跟公司里以老板吵了一种大架 最后被解释退了 我的思绪降落不暖 惊讶中 什么也不敢相信 悲剧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情绪进入低潮 我就靠着读白话佛法和听师父的开示 不恢复自己失落的情绪 每一次来开示都会让我觉得很常悔 希望自己已经是个学佛人 念经念了快三年 可是一点都不像一个学佛人 当时的我来喝酒 先骂人发脾气 发胃也没好好做 人有福报的时候 就不知道好好修 因此上帝决心好好感过 开始以佛会拜 针对我所做作 则是来插回108点 在晨兴电竞插回后 2017年8月 我居住永静在吉隆坡拜师 拜师后梦到了师父 加持 慢慢你对自己也有了信心 以前的喝酒 一点放回下这尊心 只是汇着鞠躬 拜师之后 读白话佛法开始比较了 个头之中 咱们也少了 可以便用内心去念每位佛 以前以为去工作好了 没想到还要用心 真心的唱会 要用内心念出 就会看自己更快的进步 尤其听到一位师兄说 我知道我唱会真恨心 我的脾气改善了很多 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会发脾气 就是因为我恨 就是不懂得慈悲 从那以后 我小孩了很多 也活得很开心 但是起来 菩萨在2017年6月安排我到 一份外保险工的公司工作 我从没想过就不要做保险 心理想着如果是不想安排的 那我继续做 没想到却做得很顺利 有时甚至有浴室梦 每次每次见顾客的时候 也会顺便赌他们 和客户关系也很好 做得很开心 会像以前的工作 一直和人家谈判压价钱 需要很多心理战术 做得很累 这段工作 时间自由 拿价钱也方便 有益于洪法 今年的销售 我在100多位销售者排名第三 但是 佛佛罗在工作中有一个好心态 不会想着要 成全商 增销售品一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曾经唱北电竞做功德后 也并运到了家里 2017年 使用子儿脚受伤 我梦到帮他洗澡 就是帮他消炎了 后来子儿的脚本来说要开放 最后也没开放 学会以后 和家人的关系变好了 我以前脾气很迷 经常和妈妈吵架 看不惯家里的作品 也不懂什么叫孝顺持兵 虽然现在也没有十全十年 但是已经慢慢好转 家里面也更知足了 新年桃圆饭 大家全部吃素 这些都是学国带给我的便利 我开始会把你的之后心态叫好 智慧开了 方便了解 行政政的目的 修行政政的目的和意义 感谢大家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在分享中 如果有任何故意 不如法的地方 请大致大悲关心火小原样 且永远不访原样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